李荣基还沉浸在美梦当中 殊不知大唐已经岌岌可危 他的干儿子安禄山 马上就要搞事情了 李灵府死后 安禄山失去了 朝廷中最重要的靠山和眼线 又听说李灵府家产超光 子女被流放 这使得他也有了危机感 于是开始招兵买马 为谋反做准备 这一举动也被杨国中监察到了 他立刻向李荣基禀报此事 安禄山深蒙恩宠 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他此下招兵买马 居心叵测定有反义 陛下万不可轻视啊 可李荣基认为 安禄山是自己的干儿子 向来对大唐忠心耿耿 绝不可能谋反 此日杨国中又紧急上报 说安禄山替不下陶要封赏官纸 高达两千余人 这一定是为了谋反收买人心 需要严加防备 可李荣基依旧不听劝谏 这个胡尔浩大喜功 要封这么多的官啊 好吧 赵准 杨国中蒙蔽了 你是不是傻 正常人谁会一下子 为两千多人讨封赏 其背后的用意不是明白的 的吗 陛下 万万不可准啊 安禄山加封他的部将 绝不仅仅是浩大喜功 而是为了收买人心 为他效命啊 你们这些当大臣的心胸要开阔 不要看朕对安禄山恩宠有加 你们就耿耿于怀嘛 不光是大臣 就连高丽氏刀查却出有些反常 安禄山频频的 把藩将取代了北疆的汉将 满朝文武 京剧啊 陛下 不要废了群臣的万一之旅啊 警高丽氏这么一说 李荣基心中也泛起了体股 可是安禄山现在手握重兵 如果自己不同意他的请求 万一把他惹恼了 起兵谋反就糟了 于是皇帝又想出了一个主意 将侄女荣毅郡主嫁给安禄山的儿子 以此来稳住他的情绪 三郎 荣毅是你的侄女 安庆宗应该算是我们的孙子辈了 你呀怎么乱点鸳呀 李荣基表示这根本不重要 你原先是我的儿媳妇 现在不还是照样把你拿下了吗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而已 李荣基决定 在八月初五为自己举办打授 并借此机会 为安庆宗和荣毅郡主完婚 叫安禄山前来长安参加打点 如果他不敢前来 说明必定有谋反之心 到时候一事便知 随后叫杨国中去操办此事 杨国中派心腹纪温 去幽州通知安禄山 纪温此人坦然成性建峰石舵 是个十足的墙头草 安禄山得知后 想要利用纪温将他发展成自己的眼线 不仅以胡人最高的礼仪去迎接他 而且贿赂给他许多名贵珠宝 纪温很快便被收买 告诉安禄山 皇帝想借祝寿的机会试探他 安禄山还在犹豫要不要去长安 听纪温说后顿时放下心来 决定亲赴长安为陛下祝寿 以此来迷惑稳住李荣基 为自己招兵买马争取足够的时间 儿臣安禄山参见父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贵妃母亲千岁千岁千岁 贵皇陛下贵妃母亲 有人说儿臣的坏话 说儿臣要谋反 儿臣 愿在你的面前把心掏出来 今天是李荣基的七十大寿 整座皇宫上下一片 歌舞升平人升鼎沸 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 好儿子安禄山 抓住机会前来献媚 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忠心 安禄山的这番操作 叫李荣基彻底放下心来 而那些怀疑安禄山的大臣们 也面面相去无话可说 李荣基非常高兴 当急命他为范阳节度使 并且封为东平郡王 安禄山作为湖人 是第一个被皇帝封为王的人 这足以代表 他在李荣基心中多么重要 歌书汉听到此时顿时不干了 他也是湖人 为什么差距那么大 皇帝陛下封安禄山为王 却仅仅次了自己一首诗 嫉妒心爆棚的歌书汉 找到皇帝讨要说法 李荣基为了缓和二人的关系 较高历史组织一场宴会 把二人叫来面对面的 好好交流一下 二人刚一坐下 便开始互相嘲讽 我安禄山本事不大 蒙陛下圣恩 被封了东平郡王 领了三阵节度使 可是呢 有人嫉妒我 在陛下面前诽谤我 说我要造反 歌书汉知道 安禄山值得就是自己 直接撕破脸皮 问安禄山是不是心虚了 今天你说句男子汉的话 你有没有在背后说过我要造反 我问你 你也说句男子汉的话 你招兵买马屯鸡粮草 修建城堡 你敢说你没有持强要功 会是中原之一吗 哥书汉 你个狗娘养的 你凭什么管老子的事 你算什么东西 你算什么东西 柳须白马的小丑 呸 安禄山恼羞成怒 直接把桌子掀了 上前想要教训一下歌书汉 高丽氏健壮慌忙拦住二人 今天我要不是看在高公公的面子上 你早就人头落地了 不要伤了和气 呸 没想到宴会非但没有缓和关系 反而加重了双方的矛盾 第二日安禄山上奏李隆基想要返回幽州 李隆基毫不犹豫地答应 安禄山得到允许后 马不停蹄地赶回封地 这一句便相当于放虎归山 大唐王朝岐岐可畏 可李隆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就连玉环都看不下去了 他在酒宴上 那双眼睛转来转去的 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 这个活儿 怕谁又在找漂亮的宫女吧 而嫁给安庆宗的荣毅公主 日子也不好过 结婚刚刚三天便受了欺负 安禄山和纪温正在密谋叛乱的事情 被杨国中的眼线听得一清二楚 他将此事禀报给杨国中 李隆基得知此事 将纪温贬为庶民 安禄山的眼线被除掉大发雷霆 大骂杨国中不是个东西 可是他不会就此收敛 立即上奏李隆基替纪温求情 试探一下皇帝的态度如何 到底是听杨国中还是听自己的 李隆基收到奏章后不知所措 虽然他也想除掉纪温 可是生怕因此惹恼了安禄山 逼着他起兵谋反 李隆基最后竟然拂袖离去 叫杨国中自己看着办 杨国中一狠心 干脆来个斩草除根 在半路直接将纪温杀人灭口 安禄山误以为 皇帝准备对自己动手了 立刻派密探去通知儿子准备兵便 没想到竟然被杨国中侦查到 集体将密探包围 走投无路的密探选择跳湖自尽 也不肯留下把柄 此时被割疏汗和郭子怡听到 表示担忧 杨国中的做法太过于激进 有可能会逼迫安禄山不得不反 杨国中如此蛮干 不是等于要激怒安禄山吗 果然安禄山这边准备谋反 正在与新妇们商量对策 现在中原很缺战马 尽王 我们给他们送点战马去 送马去 郡王可上一奏表 请送三千匹战马到长安 那匹马配两名马夫 有二十名将军率领 皇上一定高兴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将一支六千精兵的先锋部队送入京都 一声炮响直到皇宫 妙妙自己是妙 奏折递到了李荣基的手里 将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杨国中指出 这一定是安禄山借机谋反 都是你闹的 带兵搜查东平郡王府 把个胡尔给惹恼了 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皇帝疯狂甩着锅 大臣们面面相去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没想到李荣基于出惊人 朕决定升任安禄山 为左相 即刻调他进京任职 宋马的事情暂时放置一下 并且将兵权分割给其他三位节度士 然后派太监去幽州下旨给安禄山 可安禄山又怎么会轻易上钩呢 皇上让我去当左丞相 如今的安禄山野心勃勃 小小的丞相再也不能满足他 他想要的是整个大唐江山 而下罚圣旨的小太监四处打探 竟发现了军营中危机四伏 一个将军对士兵说出了这样的话 一切迹象表明 安禄山的反应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事不宜迟 小太监赶紧返回长安汇报 李隆基得知此事后悔莫及 然而面对安禄山的谋反 李隆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这个我们下集接着再讲 喜欢太师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师在此先行败戏了